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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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像说把那尸体给埋在 埋在哪儿了 后院菜园子 菜园子 好像 听见了 听见了吗 快搜 皇上 皇上 敖拜这尸体 敖拜这尸体如何处置啊 敖拜虽然罪孽深重 但他过去也算是有功之臣 更是先帝委任的辅政大臣 让他入土为安吧 皇上 敖 乔程打扮一下 帮您出宫查访 不行 你武功太弱 我不放心你 皇上 我知道您老人家心疼我 可是您放心 我聪明人哪 我不跟他们硬碰硬 我智取 但凡你觉得有点危险 撒丫的就跑 我才不跟他们打架呢 犯的账吗 是不是 一切小心 谢皇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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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啊 这三人来到了 潘家酒楼之上 捡了个齐楚阁里坐下 提侠做了主位 没想出 你 你是 方 方 方 记忠 对对对 冯大哥 你怎么着 你 你也来听说 来来来 坐坐坐 你这满灯大汉的 喝口茶 来 好 相处 咱们清梦堂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白氏兄弟 云南沐王府人干的 白氏兄弟 云南沐王府 沐王府在江湖上 名声显赫 和咱们天地会呢 也是同道中人 如果跟他们理论起来 必然要大动干戈 所以请伪乡主主持大局 别别别别 别让我主持大局啊 我 我没有经验 我 我也没见过这种事情 我要不 要不这样 咱们这样 我跟道长挺能聊的 让道长出两个办法 咱们 选一个 选一个 好啊 这倒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咱们呢 还是去白家 如果他们向徐三哥 认错赔礼 那就万事休矣 如果不是这样 咱们也做到了 先礼后兵 行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就按道长说的办 咱们这就去 来 小总 慢点 慢点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到了 到了 出去 这白家 不用看上面那俩字我就知道 这肯定是白家 通报一下吧 你是 麻烦通报一下 天地会的几位朋友 白二侠 别来无恙啊 我们天地会的 这项有礼了 这位就是我们青木堂的 围乡主 在下 你家里死人了 请明知顾问 你说他讥讽我吗 白二侠 我们伟乡主带领天地会的人 远道而来 你们沐王府的人 就这么在客吗 好 请 家主 请 请 你 来得这么好 我今天就要杀你们 给我哥哥报仇 杀 慢 白二侠 你这是可以啊 说可以 我哥哥 就是被你们 天地会的徐天川害死 我当然要找你们报仇 你 不是 你们都看我过来 你们也没告诉我 人家大哥是被咱 徐三哥给弄死的呀 我们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忽悠他 忽悠他 白二侠 我们徐大哥也被你们打得入城 现在奄奄一息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现在 管他是死是活 就算是死了 也不配定我哥哥的性命 给我杀 别 别 别 阁下是不是慕王府的胜手军士 苏冈苏大侠 正是 丘养大兵 德雅 这几位是 这位就是我们清武堂伟相夺 这小鬼有嘴发誓 我真 天地会的汉子 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 切不肯挪瓦 你把私信的经过 详细地说一下 我就使了一招 高山流水 我哥哥使的是 和草千军 可没想到 这姓徐的老贼 竟然使出了沙爪 他死了我的哥哥 冯尔强 咱们把 白二侠刚才说的那个高山流水 和横扫千军 给苏大侠演示一番怎么样 好 好 高山流水 横扫千军 停 您这是 高山流水 您这是 横扫千军 咱们 白二侠 你们兄弟俩 是不是一起 出在这儿 是 孟大哥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喊停的话 你肯定 得先被高山流水 劈成两事 后背横扫千军 砍成两对 一共四把 想想就到 是 周大侠 您给个结论吧 雷二姐 徐天川时下重手杀了人 也是迫不得已 愤怡自薄 善我的真 那我哥哥 就白死了吗 那我徐三弟 被你面上伤害了 这该怎么说 可不是吗 我徐三哥 我明出来的时候 奄奄一息了 那么好 现在就早已经归天了 咱们行走江湖 讲的便是一个道义 这件事就 就此结过了 这 好 好啊 那既然苏大侠 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 就这么办吧 得嘞 这事呢 就头顶了 一会儿呢 我们哥四个 在白大侠的灵前 磕几个响头 就算 就算结了 要不然 以我们四个人的功力 咱们斗起来 恐怕又是两败俱伤 我觉得 不太知道 最重要的是 不要伤了 你们沐家 和我们天机会的和气 谁稀罕你的假情假义 那既然 白二侠不领情 那我们只能 告辞了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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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了 我哥哥 待君子勿劳 智福腾昌 了 我哥哥 我哥哥 来 我哥哥 来 哎呦 别动了 太好饶命 太好饶命 什么太好 我可是武功天下第一的 剑泥派掌门人 掌门人 掌门人饶命 掌门人饶命 我投降 我投降啊 你又许这么早投降 你是我的俘虏 来 咱们来练一招 叫做诸葛亮七勤梦霍 公主 公主 诸葛亮秦梦霍七勤七宗 而你见您公主请我小贵子 一勤一宗足够了 哪那么简单 我还有第二招 叫做诸葛亮火烧腾驾兵 奴才没穿腾驾 烧你的衣服不就可以了吗 别别别 第二招玩不了 为什么 没会儿 往前看 那是什么 蜡蜡 我信了 别伤 给我 你给我 给我 给你 那 我们就先从 烧眉毛开始吧 烧眉毛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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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眉毛破了下楼 下到皇上下到皇上呢 好吧 那我们就换一个点 好 换一个 烫眉毛 等我换一个 烫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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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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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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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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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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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来什么来 我去你的 那个石太阶 你敢撞我 我弄死你 撞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小爷今天还揍你呢 卫老爷 都说了 不要打脸 打伤了 太后问起来瞒不住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这个人 是不是越打你越开心 好哥哥 好公公 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 饶了我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 你好烦哦 我好喜欢你这样骂我 你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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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我 我从小到大见过了那么多人 没有比你更烦的人了 你这么应该在宫里 你带我出宫吧 外面好玩吗 好玩极了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没想去啊 嗯 真的 真的 那好 不过 从现在起 你得听我的 是 贵老爷 吃点劲 好嘞 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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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说话痛 坏了爷 要不要吃点什么糕点啊 可以糕一点啊 什么馅儿的 是黑猫馅儿的 嗯 不是 是黑芝麻馅儿的 对还是很那么咯啊 嗯 好吃吗 好 好乖 这可是太后亲自赏赐的 太后 我给我吃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太后会派一个公主 给一个太监送吃的吗 是我 舍不得吃 才拿来给贵老爷吃的 我说我 我说我应该是才好一个 是啊 好吃吗 好吃 就是有点怪一般 其他的猪不错 是吧 你吃吗你 来 贵老爷 再吃一块吧 等会儿 有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奴婢会有什么目的吗 说不说啊 轻点 轻点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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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 里面放了猫屎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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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快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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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所有头发都烧光 贵老爷 饶命呀 饶命呀 好胖胖呀 最近太后都干什么了 太后 太后 太后最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 好久都没有出此宁宫了 连皇帝哥哥去请安她都不见 想不想玩个游戏 什么游戏啊 怕你玩不来 有什么是我玩不来的 快说 那好吧 我呢 听说 你特别害怕太后骂你 所以你敢不敢每天都去向太后请慈 我当是什么呢 我当然可以了 很简单啊 真的吗 可是我怕你吹牛 就算没去 都回来告诉我你去了 胡说 我是那样的人吗 那好吧 一面你骗我 每天 你都要向我汇报太后的动向这样 我就能够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去了 嗯 好啊 没问题啊 嗯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带你去绿车院啊 真的 嗯 好好好好好 你说定了 嗯 好嘞 贵老爷 躺好吧 干吗 给你捏捏呀 不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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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你先回去吧 啊 这么早就赶努必走 是不是对努必不满意啊 那是更半夜的啊 你一个公主 还在我这儿 给我捏捏啊 让别人知道了 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所以 来 你快回去吧啊 好啊 这回好了 好啊 不好 徐三立 没有 肯定是沐王府干的 要不要通知伟乡主 伟乡主这事我已经进宫了 好不 sponsor啊 这个呢 这个呢 这哇 看不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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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毛病啊 都是娘胎里带的 我还没犯适应 是 那 龟公公 您看今天这些糕点 味道怎么样啊 干 忒干 你们应该啊 请扬州的厨子来 好好地学上一学 那扬州的糕点 是 多谢贵宫部指定 我们马上去请扬州的厨子来 公公 这是刚刚上贡来的碧罗春 还请您 品尝 要说我现在喝茶呀 那就只喝碧罗春了 这口啊 改不了了 好茶 贵公公 送猪的来了 见过贵公公 他是新龙肉庄的前老本 小的今天啊 亲自押了十八头肉猪 还特意带了一头 茯苓花雕竹 专门孝敬给 贵公哄他 这茯苓花雕竹 是个什么猪 是小人煮上的秘法喂养的 断了奶之后 就喂他 茯苓 人参 沟气 等一大堆的补药 饿了 就喂他鸡蛋吃 渴了 咱就喝花雕酒 吃得比人都好 所以他没胃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等好猪啊 什么 不是 你那 这 这宋朱子可能脸抄 抄抄了 小的昨天可能中风了 中风了 兄弟 那你可得注意啊 这中风可不是小事 要晚上睡觉 得关进了门窗 不能露一点份 你但凡露一点份 那小邪风往里吹 后家伙 您这脸可就歪了 咱们所大人不就是这样吗 喝了点酒 晚上睡觉 没关窗 露了点小份 那小邪份一吹 不是 那脸 笑话了 这后遗症还就算落下了 到现在跟我们说话就 还都这样呢 等会不了 可难受了 你自己照镜的时候 到时你就知道自己多难看了 你得注意 所以啊 今天小人花了三两黄金 三两白银 买的一半红 一半青的膏药 估计能治好啊 蔡老板 你就吹吧 哪有那么贵膏药啊 这还贵 我还见过 五两黄金 五两白银的膏药呢 贵的红果 这 挺多实话 那还用脸书 这可惜啊 这卖膏药的人呢 昨儿被人打了 之后不见了钟领 听说被人家掳走了 以后这病难治了 掳走了 对 这可是小人的一点心意 有着贵公公打赏啊 你瞧瞧人家前老板 多懂事 你看 拿着 给大家伙分了 去 分去吧 是呀 贵公公 去那边分去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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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公公 把手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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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了呀 属下先老粉 背线卫乡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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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自己人 你刚才 说怎么 你去三个 被卤走了 是啊 昨天几位哥哥 跟卫乡组离开以后 你就一直 一起回了这个药店 一进门就死了两个人 去三个游家了 肯定是我们王府干的 是啊 我们这帮兄弟也是这么下的 所以啊 所以 能否把这 芙蓮花雕 轴送到 贵公公的屋里 你一看就明白了 眼睛闭上 头转过去 小贵子 呦 死太监 怎么还跟猪玩上了 说谁的 没说你 赶紧走 喂 跟你说话呢 那谁呀 宫里的二魔头 快走 快走 死太监 快走 快走 死太监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 你给我站住 走 走 你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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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子太监 走 走 走 子太监 你站住你 子太监 往哪儿去了 公主 公主 把鞋上干嘛吧 子太监 子太监 这么大一头猪 直接跟我搬过来了 你们想撑死我 这茯苓花雕珠啊 子太监 走 出来 子太监 子太监 为什么走这晚啊 藏什么好东西来 信不信我砍死你 女人 不是 围乡珠 这女人谁啊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宫主 皇帝的妹妹 真的 傻了她 大功一件 别别别 你在我这儿杀了她 这不等于害我吗 我有把握杀了她 当然就有把握把她的尸体 带出去 这 这 我 桌里藏猪 还有只猪 你看 来了 还挺漂亮 这慕王府的小郡主 郡主 你怎么把她 带我这儿来了 他们抓了徐三哥 我们就捉了这小郡主 帝啊 为了让他们不感动 徐三哥一根号码 所以啊眼下只能把她藏在 最稳妥的所在 让他们找不着啊 属下把她 藏在朱里带进宫中 一是为了忙过公前四位的重重收剪 二是为了忙过沐王府的众多耳目 这沐王府 他有几个高手不得不防啊 若不是把她藏在宫里 难免被他们抢了去 白白 你要把她藏在宫里 属下呀 不敢这么说 全凭伪向主做主 我做主 你现在人 藏在宫里 是天底下最稳妥的所在 沐王府高手再多 总提不过大队事 是为了吗 你怎么想的 把她 带到我这儿来 那小郡主虽然年纪又小 但毕竟是名门之后 跟我们几个卖 竹子住在一起 不免以外有她的名声 但是跟伪相处在一起 那就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得 你虽然年轻其上 她毕竟是在宫里办事了嘛 所以就回不了她的名声 是吧 对啊 对啊 那 伪相组床在那边吧 我给您包床上去啊 过来过来 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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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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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是不是给他灌了明昏汤 吞了蒙汉药 属下带小郡主进宫前 已经点了他背心上的 封门穴 阳刚穴 卫乡主如果要放他吃饭 半个时辰之后 可以解开他的穴道 什么 结什么穴 您可以先点他的环跳穴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知道了 退下吧 告辞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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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穴呢 环跳穴 你这环跳穴 具体在哪儿 什么穴呢 得罪了 就这儿 这不是麻精吗这不是 就是这儿 就这儿 环跳穴 退下吧 好香啊 我要吃 好啊 快来快来 吃辣的是咸的吃酸的吃甜的 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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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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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好吃 公众啊 我可告诉你 这可不是一般的猪 这是茯林花雕猪 吃的是茯林 喝的是花雕 天下第一奇猪 简直是人间美味 真好吃 你以为 一口吃的 就能把我打发了 是吗 说 谁把我打晕的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说 为什么躲着我 不 说 不是我 不是我打的你 是 你撞猪头上了 猪头 什么猪头 看那儿来只 好大一个猪头啊 这鼻子上怎么还有葱啊 是你插的吧 你过来过来 你快过来看呀 快快快快 过来看看 哪儿呢 你给它沾沾沾沾沾 是吧 这儿 我真的 你过来在这儿 你不看着呢吗 这儿真的 你穿的你穿的 我穿的 太爱死了 好啊 好啊好啊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给我烤热 快一点 等一下到 你要是敢拿下来 我就把你杀了 没探了 没探了 嗯 那怎么办 要不 我们去你那儿烤 好好好 走走走走走 你把鞋脱了 为什么 我没有鞋 快脱啊 多梦吗你 你 快点儿 疼你的烤肉吃 给公主和为公主 给公主 去去去去快去快走 快走 你慢点儿 让公主 快走 慢慢 快点儿 呀 啊 哎呀 嗯 呀 Teachers Elli 又忙了 不错了 弄鬼了 睁开眼 睁开眼 小郡主 了不起 是吧 不睁 是吧 好 别后悔 把你这 用脸上 画一只 小 龟 来 来 来 快 摩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也是英雄 倒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具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风华悲狗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孤岛斜阳 风影相聪 生在万花丛 长在香烟中 满眼尽是 沙色掩护 一朝入江湖 不欲又欢风 不便是你风情万种 双眼秋波搜 你弄我眼弄 有请你 把你谋佑 踏遍天涯路 停靠你怀中 满满人生最美是相逢 都说你是英雄 倒光剑影 拼不出你的梦 富贵荣华 一场空 何具命运来捉弄 谁说你是英雄 满花背后 只有我最多 天荒地老 情最终 不要雪阳 风影相聪